《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地》 最近劇情大反轉 繼KC和Icy分手之後 大小姐和宋水輝的感情也出現暗湧 9月19日晚的劇情 說到大小姐被大龍山安排令嫁他人 誰知被宋水輝發現 雖然最後結不成分 和阿輝也未有分手 但男方決定密謀報復大龍山 戴上右框眼鏡的許家傑被網民說黑化 但他這一天現身活動時就說 其實所有事都是為了小年林淑敏 這條橋鋪了很久 其實都是鋪一件事 就是鋪水輝的性格特別 我也很開心 因為送水輝都是由一開始一個小職員 慢慢到現在總監 甚至乎現在心理上都有一些變化的時候 其實變的都是沒有變過一件事 就是為了小年會繼續奮鬥 我個人當然很希望Happy Ending 因為開心速遞 希望大家看電視的時候 是開心的 戴上眼鏡的確是黑化了 以前那些奸的角色都出來了 對 很深刻 所以還是不太好 但是現在做訪問也是 先脫下 真摯一點 立即單純單 其實兩人這天 是跟劇中其他演員齊齊慶中秋 劉丹還向劇組大派速紅月餅 場面搞笑 劉丹在劇中 用腳踩連用做月餅給洪家吃 不知道現實中 他們又會不會做手作月餅呢 湯圓 自己做 自己做 一定是自己做 那麼好 那麼好 很辣手 很辣手 因為那些糯米… 要辣才最好做 是嗎 中秋節 怎樣 我老婆會問我拿很多錢 去買東西 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我都不記得 其他東西我都不記得 是拿錢包差很多錢 走了 有些水果 什麼羊土 沙田油 那些東西 自己在那裡 剝掉它 弄得它 靚靚地放在那裡 大家一起 切月餅就有 最重要是做兩罐啤酒 沒有特別去買燈籠 他有一個舊的燈籠就有自己玩 叫他去玩他的朋友 在外國大 文化有一點不同 但也有燈籠 所以也有玩 你好像有一次來過 我家裡燒東西吃 是有的 第一年 對… 大龍山一吉 近日發現了三太范逸問 一個關於燈籠的秘密 他每年中秋 原來都有一隻寵物 那隻寵物叫威哥 我會訂了一隻白兔子的燈籠 是很大隻的 其實我有一個這麼大隻的 那隻寵物 然後牽著這樣玩 即是你的威哥是這麼大隻的 我找人幫我摘一隻 特意訂一隻來牽著它走 因為我覺得中秋寺一定要玩燈籠 因為我小時候的中秋寺就是玩白兔燈籠 所以我每年都要做一隻 但後來覺得別人拿著這樣 我覺得有字不夠皮 然後覺得是要牽著要走 然後就做了一隻這麼大隻牽著 為什麼要叫他威哥 因為我經常都很想著威哥 他想牽著我 對,只要牽著我 美二太太牽著隻,我牽著 最想看他帶威哥回來 那你明天帶回來吧 威哥很大隻 好,我試一下 先用真人的頂魚 威哥 今天就OK 明天你帶一隻,你那隻就回來 不要帶我 三太有大燈籠 阿楓、陳俊廷也不收拾 訂了一個特大月餅來吃 今天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準備了一個月餅 是十八個網 哇 但這麼小 那個月餅很大隻 對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的臉 給他的兔子吃嗎 他的兔子又大 你的月餅又大 我嘗試找一個四網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吃 但原來四網很早已經受慶 然後我好朋友 就做了一個十八個網 那月餅回來 我當晚就會遲 那你媽媽的身體一定很好 吃這麼多的網 很強壯 你身體健康 不少年輕子女 中秋到喜歡和朋友一起過 一班已經畢業的島大學生 就警告大家 千萬不要佈納了 我見過人佈納 我自己沒有參與 你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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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見到其實很危險的 雖然說火花 什麼東西是菠納 我怎麼不懂這個 很頑皮的 這些不要 那些蠟燭 我很熱量熟 我只是煮粥 OK 小時候見過朋友玩菠納 他們直接瘋到 買一個濃烈 然後放進去 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所以大家不要玩火 小心安全 始終中秋都是開心的日子